善产生正智慧 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懂得有妙法 来对治自己的毛病 既然我犯了错 我就必须认错改正 这样的话 我会得到正念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你做错事情了 你就是做偏了 如果你把偏的改正了 那你不就是正了吗 如果修偏了 讲错话了 做错事情了 如果你不把这个偏纠正过来 你就永远得不到正 正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 你做错事情了 你把它改过来了 你得到的才是正 改正就是把自己的意识 改到正道上 所以 人必须认错改正 才能得到正念 有了正念 才会产生 政治和正智慧 也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正念的时候 你想出来的脑筋 都是正智慧 举个简单 如果这个人不是正念的话 他冻出来的脑筋都是偏的 都是邪念 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都是邪的 就这么简单 师父给弟子的开示 给徒弟的开示 都是非常严格的 你们这些弟子 徒弟里面 如果你们自己觉得自己修得不好 要长生惭愧心 听师父的开示 要对得起观世音菩萨 你们身上有这么多业障 如果不修 会影响人家学佛的 你们身上的杂念这么多 浑身都是毛病 要好好努力 平时就要加紧好好修 不要给观世音菩萨丢脸 要对质不善 就是要把自己 不善良的一面 改正过来 你们今天到观音堂来 如果还有想法 还以为自己怎么样 更高我慢 你一定修不好 师父为什么 不让没有修的人来听课 因为他们受不了这个约束 师父对徒弟弟子很严格 严师出高徒 没有修行的人 师父讲他几句 他的脸会板起来 会不开心 他就消不了他身上的业障 他就改不了他的毛病 千万不要把人间的一套 带到观音堂来 师父不管讲谁 都是帮你们消业障 你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地听着 要努力 要正念 要认错改正 因为有正念 才会产生政治会 师父跟你们讲 一个人要得到政治和政治会 当一个人有政治会的时候 他就会去想 去做 去学习 如果没有政治会的话 他不会去想 也不会去做 也不会去学习 所以 帮助你们成佛成道的方法 那就是 圆成一切 祝佛成佛之道 帮助成佛的道路 有很多 比如 有戒律帮助你成佛 让你存有善心 让你存有菩萨的智慧等 这些都是学佛人应该得到的 因地 一切祝佛成佛之道 你们知道 因地是什么吗 因地就是众生 众生因为是在因地 因果的地方 因果的地方 就是产生因果之地 叫因地 所以 在你们还没有正果之前 你们所有到的 这个地方 都叫因地 在这个因地上面 你们种着 自己因果的种子 今天 你们在这个人间 你们种了一个 佛的种子 你们就会 弃恶从善 你们会 改邪归正 你们会 常发菩提心 善念 善意 善言 善行 如果你们 在这个因地上面 撒下了一个 不好的恶种子 那么你们 就会常发 恶念 恶意 恶言 恶行 如果你种上 好的种子 你就会产生一切 智慧果实的生出 如果你种下去的 是恶言 恶语 你就会产生 一切恶言的种子生出 这块土地 不会长出 好的东西 所以 当一个人 有善良思维的时候 他就会 远离斜见 请大家记住了 如果一个人 有善良的智慧 不管人家说什么 他是不会去听的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管人家说什么 他是不会去 看不起人家的 一个人 只要有智慧生出 他就不会 去把人家想得很坏 他就不会有邪思 如果一个人 没有邪思 没有不好的思维 他就不会有 邪的行为 一个人 造善因 会得善果 经常找找 自己的病因 那么你就是 拥有善根气 这个人 才会有善根 好根气 如果这个人 永远以为 自己是对的 这个人 是没有善根的 一个不懂得 忏悔自己 不认为 自己做错的人 这个人 是永远得不到 众生 和菩萨加持的 所以 忏悔 要用心来忏悔 佛菩萨 永远是慈悲的 师父希望大家 学佛 要长生善念 那么恶念 就不会生出 一块好的土地上 种出来的 都是善良的果实 他一定不会 杂草 丛生 如果一片土地 被废弃了 种不出 好的果实 那他一定会 杂草 丛生 所以 师父希望你们 永远不要放弃 对自己 对菩萨的 慈悲 所感悟到的 这种体会 永远要想到 菩萨是 多么的慈悲 永远要想到 我就是学佛人 让自己的心田 长生善果 菩萨 永远慈悲 菩萨永远不会放弃 对众生的救度 有缘分的人 也要懂得戒律 叫缘戒 夫妻 不是有缘分吗 如果你知道 你太太是欠你的 你拼命地欺负她 那你一定会得到报应的 所以 在随缘的同时 也要有戒律 这个事情 虽然给我这个机会了 但是 我也不能用过头 我也要懂得戒 适可而止 中庸之道 大家要知道 缘戒 就是在缘有的缘分上 适可而止地 去行缘 一定能够救度别人 如果你对别人 随缘帮助好了 你是不是 能够救度别人啊 如果你碰到事情 想通 想开了 你不是对自己好了吗 你是不是 自己能够 救度自己 最后 你才知道 原来 是你自己 救了你自己 想一想 你们现在学佛的人 是谁在救你们 是你们 救了你们自己啊 如果你们 不给自己这个机会 你们怎么可能 学习到佛法呢 是你们自己 救了自己 大家听得懂吗 要明白 靠自己救自己 只有把佛 当成一面镜子 天天把佛 照着自己 你就会 渐渐地 看清楚自己 看清楚自己的本性 你天天才会懂得 明心见性 你天天拿菩萨 对照自己 就是这面镜子 你才知道 你今天 像不像菩萨 像不像佛 你今天 还在生气 你今天 还在难过 那你一定 不是佛 也一定 不是菩萨 非菩萨 非佛 那你可能 就是魔 如果你自己 不像菩萨 不像佛 就要考虑 我有可能会成魔 所以 只有用佛这面镜子 不断地照自己 照到自己明亮的心 才能见到自己的佛性 修行 要跟智慧 慈悲 合在一起 修行就是 要懂得智慧 修行 就必须要慈悲 一个人如果 连慈悲心都没有 经常讲这个不好 讲那个不好 这个人 就不配学佛 学佛之人 不应该有 看不起别人的心 不应该不明白自己 不应该没有智慧 不应该不慈悲 只有有了智慧 有了慈悲心之后 你才懂得 拥有了法力 因为慈悲 会成为一种法力 法力 才能让你 来度化众生 师父讲了 这就是 一种物质 和能量的转换 当你心中 拥有慈悲 很可怜 这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 没有力量了 因为你知道 这个人很可怜 你很想帮助 他的时候 实际上 你就拥有了一种 超人的力量 你不怕别人说 你不怕他身上脏 你觉得他很可怜 这个时候 你再去搀扶他 帮助他的时候 实际上 你就拥有了法力 越是慈悲的人 他的法力越大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所以才叫 佛法无边 法力无穷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当一个人 想救所有的人的时候 他会增加自己 自身的能量 当一个人 很小气 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躲在家里 会越来越 没有力量 会越来越害怕 接触外界 这就是 为什么 一个拥有慈悲心的人 会得到 无穷的 力量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